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LSD的一个多重比较 这是政大气管研究所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现在这个资料是他们所给我们的 他有要求这个显著水准是α是0.1 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做的是建立一个ANOVA的一个表 做的ANOVA的表 其实目的在做什么呢 其实在检定这sample1 sample2 sample3 他们之间的平均数是否相等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来去做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看 这个目的是先建立虚无假设 我们就先把虚无假设先列出来好了 虚无假设是说的是 第一个母体 μ1的母体的平均数 跟μ2跟μ3 这三个是一样的 那么H1是不全相同 其中I是123 好 那么我们现在从哪里着手呢 从他的sample1的平均数来先着手起 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平均数 10 18 23 这是35 我们算一下 这是总共是15 25 60 60 总和是60 123 456 6笔资料 所以这个的平均数是10 我们再看第二个 4笔资料 15 23 36 36 几笔呢 4笔 所以他的平均数是9 再来我们算第三个样本 这是27 37 这个是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这个 一共刚好70 123 45 5笔 5笔资料 这样子算出来是14 好 这个是第三个样本的平均数 那么我们现在依据这个资料 我们到底是支持哪一个假设 那么当然 ANOVA表 我们先叫出来写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先算组间好了 组间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先算的是 总平均数 那么总平均数要怎么算呢 当然是全部加起来 60加36 加70 那么总共是 166 是总总和 那这边的话呢 总共有15笔资料 所以我们除一下 这个因为 它是一个小数点 我们除不进 我们先暂时这样放着 好 我们先来看看组间的 组间的这个平方和 组间的平方和的话 是全部都是要用的是 166除以15 那么这边的平均数是10 那么我们就10减掉 166除以15 这个的平方 因为它有123456 有6笔资料 所以我们这边乘6 这边是有4笔资料 那它的平均数是9 那么我们就用9 减掉15分之166的平方 最后这一笔是 5笔资料 那么它的平均数是14 15分之166 好 这个我们用计算机要算一下 这边是等于多少呢 66.93 我们算好了 这边是66.93 也就是这边是66.93 这个自由度 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自由度是2 那么我们的军方和 当然就没问题了 就直接除2就好了 这是33.465 现在就要看的是 比较麻烦的 叫做 组内的部分了 组内的部分 其实也还好 那么以10为基准 10到10之间的距离 是0 0的平方还是0 那么8到10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呢 是2 所以这边是平方 就是变4 5到10的距离是5 5的话平方是25 这边是2 那就是4了 10到14 那4 4 16 这边是1 好 这边加起来 29 33 这边合在一起是50 我们把它圈起来 来 这个我们来看看 跟9的差距 这边是差3 所以是平方是9 这边是没有差 这边是差1 这边是差4 44 16 我们加一下 这边是26 我们圈起来 这边都跟14的来比0 这边跟14来比差1 1的平方还是1 这边是16了 17跟14差3 3的平方9 16跟14的距离是2 2的平方是4 来我们把它加起来 这边加起来 这边加起来一共是 刚好30 我们这个组内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 SSE好了 一样的 SSE的话呢 是全部把它加起来 所以算起来是多少呢 是50 加上26 再加上30 这边是76 所以是106 我们的这边是106 这边知道了以后 请问自由度是多少 总共一共有15笔资料 扣掉这三个自由度 所以这边是12 106除以12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了 这是多少呢 这个要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出来是8.83 好 那现在再看总和 这是SST 这个不用在这边写了 直接加一下 这边是172.93 那这边当然加起来是4 F值就是33.465 除以8.83 我们算一下 3.79 我们这个F值是3.79 那么当然了 这个F值看起来也不算很大 也不算很小 所以我们应该要进行的是一个查表的工作 我们把这个F值抓出来 这边是自由度 我们是抓的是22 所以我们从这里找回来 我们从22这个地方来找起 22这边是多少呢 2.81 而我们是多少呢 3.79 3.79太大了 已经超过了2.81 这是临界值 超过了2.81 于是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个μi不全相同 这也就是说 拒绝H0 那么我们的下一步要怎么呢 既然是拒绝了H0 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知道 这三个样本 到底有没有 到底谁跟谁来比 谁比较大 谁比较小 那么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多重比较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LSD的多重比较 那么我们现在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LSD Li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LSD 这是一个也算是蛮简单的一个 多重的比较的方法 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 它用的是 它的平均数 跟这两个平均数的差 看看比较什么呢 跟LSD的比较 那么什么叫做LSD 我们先定义一下 LSD就是T二分之α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乘上N-K 再乘上 它的均方MSE 再乘上根号 Ni分之一 加上Nj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LSD的一个标准的写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 刚刚我们的资料 刚才我们这些资料算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60除以6 所以这边的平均数是10 这边是36除以4 这边是9 这边是75除以5 这边是平均数是14 各自看到这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查一下 这个T二分之α 是多少 刚才我们说这边是0.1 那么这边二分之α就是0.05 我们要查一下它的一介质 我们查出来结果是 1.782 我们看一下资料 1.782 0.05 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的自由度 我们采用的是12 12是哪来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 那个SS1的那个自由度 好 那现在我们继续做下去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 1跟2来比 现在用12 1跟2 1对2来说 10跟9的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0减9 那么LSD呢 我们看 1.782 乘上 根号 刚才这个MS1 我们算过了 这是8.83 它的数字 数量的话来说 一个是6笔 一个是4笔 所以是6分之1 加上4分之1 我们算一下这右边的资料 那我们算好了 我们资料是 3.41 所以这个算是差距小的 所以我们1跟2 如何 1与2 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 没有显著差异 好 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来对 1跟3好 1对3 1对3是10跟14 现在我们看看 这边是1.782 这边是根号 8.83是一样的 只有样本数不一样 这边是123456 6分之1 这边是12345 5分之1 我们计算一下 发现是3.21 而这里是几呢 这是4 4差距蛮大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以LSD来比较来说的话呢 1跟3 有差 这个我们现在就确定了 有差异 有显著的差异 这边写简单一点 再来看的是 2跟3 2跟3来说 这边是9 这边是14 我们可以预计 应该是差更多 这边是 根号 8.83 这边是 这是4笔资料 这边是 5笔资料 我们这边算出来是 3.55 这边算出来是 5 当然是大 差距过大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2跟3 是怎样呢 它有显著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们结论是 这个 sample3 肯定的说 是比 什么呢 sample 1 要来的大 而且我们也肯定的说 sample3 是大于 sample2 至于说 1 2 我们因为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用写 所以肯定的说 3 是很特殊的 它是比较大